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面方程解决还有两个位置数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上半年产量是下半年产量的四分之三 那我们怎么表示呢 我们可以画线段图分析 谁是谁的把是后面的当作单位一 所以下半年当作单位一 上半年是下半年的四分之三 我们就把下半年平均分成四分 那上半年就是其中的三分 所以上半年的下段 现段就画出四分之三的一来分析 我们看说下半年产量为F4 那么上半年的产量就为四分之三X 全年的产量呢 就是等于四分之三X加X 好我们来解方程 四分之三S加S等于1750 把左边画成还有X等 所以左右两边同时除以四分之七X 最后等于1000 同学们 你们算对了吗 那还可以怎么算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学一学吧 我们帮全场得四十二分 上半场得分只有下半场得分只有上半场的一半 我们根据提议列出现段图 下半场得分只有上半场的一半 有上半场的一半 所以我们把上半场设为X 下半场是它的一半 所以下半场画二分之一X 看一共得分四十二分 所以画个大括号 一共得分四十二分 我们可以连出算式 解设上半场得X分 二分之一X加X等于42 然后解方程 二分之三X等于42 要把二分之三去掉 同时除以二分之三 等于42乘以三分之二等于28 所以X就等于28 然后再求下半场 二分之一X等于14分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 先把把上下半场设为X 那上半场是它的二倍 就等于 所以上半场画成2X 这样列 说下半场得分为X分 2X加X等于42 3X等于42 X就等于14 那上半场的呢 就是2X 也就是14 乘以二等于28分 所以答上半场得分28分 下半场得分14分 同学们 你们做对了吗 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这套运动符共300元 裤子价钱是上一的三分之二 我们一般看 是 笔 或者这类的文字 后面的我们都设它为X 所以我们设上一是整体一 裤子是它的三分之二 先画图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列方程 设上一为X元 那裤子呢 就应该是三分之二X元 所以我们能用X加三分之二X 就等于总共的钱数300元 然后计算 计算左边是三分之五X等于300元 我们要左边只剩下X 表示左边的同时 除以三分之五 X就等于300 再乘以五分之三 X等于180元 那我们裤子呢 可以用180 再乘以三分之二 就等于120元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吧 练方程解决两个未知数的问题 先要阅读与理解 然后画图 找对样律关系 然后呢分析与解答 受未知数练方程解答 最后回顾与反思 回顾我们的方法 检验不检验 检验我们的结果 对的对不对 好了 徒书们 今天的课在这里啦 再见 再见